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征舰审查 苗栗县社区营造各项甄选补助计划的名单出炉了 今年提案建树创新高 显见社区营造共好的观念已经深蹲发芽 号召青年返乡的旧城百叶与村落艺文扎根计划也获得回响 一起为家乡上色营造特色共好家园 苗栗县今年度推动乡镇式设造整合 地方宝藏开箱行动 村落艺文向下扎根 及旧城百叶新事业四项征选补助计划 经过严格审查 邀请具有设造实物经验的专家学者把关 补助名单正式公告 其中项目经费最多的乡镇式设造整合计划 这一次有头份院里竹南及大湖公所获得补助 公所可以成立第一线的设造中心 那可以就地就是直接辅导我们的社区 那我们也希望社区能够透过我们的提案 可以挖掘到他们的社区的在地的特色 集合社区公民的力量发掘营造社区亮点 在县府争取文化部经费 连续五年推动下已经深耕发芽 提案件数创新高 那总共有30一件的提案 那我们提案的类别呢 分为公所社区协会跟我们的青年 希望青年力的创意可以引进社区里面 做出改变跟转型 那31件的提案里面呢 我们经过审查之后 核定的补助是25案 那再加上我们文化部的 进阶的设造的公所 总共有三个公所 那这样子加起来的话 我们今年度就是有28案的 正在进行我们的社区提案 那骗及了我们的12乡镇 同时配合青年返乡议题 而展开的旧城百业 与村落艺文杂根计划 也获得回响 这一次入选共有19位青年 用创意思维融合在地文化 跟着年轻人的脚步 来认识家乡之美